你就可以 所以我现在就是吹粉 嗨大家好我是男仔 来大家拿起镜子照一照 是不是眼妆髒脏的 眼影晕染的不好 眼皮还暗沉 画出来的颜色和眼影盘里的颜色完全两个色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手怎么晕染眼影 新手怎么完美的驾驭单色眼影 一共只要三个步骤 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怎么用一颗单色眼影画出非常好看的日常眼妆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开头说的眼妆脏眼影晕不开 还有眼皮暗沉导致眼影上色变色 这两个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眼部打底工作没有做好 甚至有很多人他都没有眼部打底这个概念 我们就来好好讲讲眼部打底 有些人眼部打底非常严重 这些褐色色素呈现会非常影响你的眼影最后橙色 打个比方 左边是暗沉的眼皮 右边是干净的眼皮 我们上个蓝色眼影 大家看一下对比 左边的蓝色眼影完全被破坏 所以眼部打底做好可以让我们的眼皮像一张白纸一样 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画画 眼部打底一共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使用专业的眼部打底膏 比如我手里的urban decay眼部打底 在上眼妆之前只要一丢丢 抹在眼皮上直接用手就好了 经验告诉我对于眼部打底 手指头更好问 就这么轻轻的拍开 一定要注意范围 你要是拍到你的黑眼圈和太阳圈上去 一定会破坏你的底妆 别问我怎么知道 大家看一下左右对比 我的眼部暗沉不算严重 但是一用眼部打底就可以看出来非常明显的效果 接下来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慢慢变得干爽 千万不要在他还是比较湿润的状态上眼影 不然你的眼影会一块一块的还晕不开 然后再上眼影 你的眼影会比平时的更加上色 更加干净 更加持久 第二种是用遮瑕 其实和眼部打底一个道理 适合手里没有眼部打底的妹子 用遮瑕去遮盖你的眼皮色素沉淀 接下来一步非常重要 一般遮瑕它是不会自动雾面的 这个时候需要用散粉或者粉饼 给眼皮定个妆 让眼皮变得干爽 同样如果你不定妆的话 上眼影就会一块一块的晕不开 第三种用遮瑕力高的粉饼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眼部色素沉淀不严重 以及手里没有眼部打底的妹子 直接用一个遮瑕力高的粉饼 按压在眼皮上 眼皮就变得干净又干爽 接着就可以直接上眼影 所以大家有没有总结到两个关键点 就是上眼影前一定要保证眼皮颜色干净 还要保证眼皮干爽 眼部打底说完就可以开始上眼影 接下来就是干到掉渣的干货时间 教新手怎么选刷子 教你们怎么用单色眼影 画出非常完美的日常眼状 上眼影的第一步就要选对刷子 由于这些视频是更对新手的 刷子就给你们推荐那种特别容易上手的 又好用又万能的 新手为好我手里的这三把刷子 你就可以 我们按照上妆顺序来说 第一把是出镜率非常高的火焰型的大运染刷 我这把是淡墨的 我会用它来直接上色 选用这种非常日常的颜色 取粉非常讲究 不要以为在画画 刷子上去这样打个鼓 看起来挺爽的 只要刷头的尖尖部分轻轻沾到粉 然后是抖粉不是上眼 之前赛姆老师跟我说过 敲刷子抖粉会显得非常不专业 会被老师骂 所以我现在都是吹 找到你的眼窝 不要再讲你没有眼窝了哦 你是缺个骨头呢 还是少个眼珠子呢 手按上去 眉骨下面 眼珠子上面 你可以戳进去的地方 它就是眼窝 然后就在眼窝上 以打圈的手法上色 因为刷子松散 上面的眼影又很少 所以不会像这种扁平的大刷子 一笔下去就是一块 反而颜色很轻 而且配合打圈的手法 上色的时候又可以很均匀的运染开 反复这个动作 直到你满意第一层的颜色 现在这样就基本差不多了 第二把是中号的扁平上色刷 同样是这个颜色少沾点粉 找到我们双眼皮的位置 如果你是单眼皮 那么发挥你的想象力 你的最完美双眼皮宽度是多少 那这一笔就上多宽 上色之后用这把刷子的反面干净一点 然后非常小范围的 把刚刚的色块边界晕染开 左右晕染就好 上下晕染的话 可能你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打了 边界没有那么硬就可以了 然后拿出第一把刷子 还是注意两个点 打圈和小范围 直到自然 还是第二把刷子 少量多次给下眼颈上色 第三把是第二把的儿子 属于细节刷 这次可以稍微多取粉一些 因为这一步是最后的颜色加深 贴近睫毛根部上色 注意范围 这三次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小 下眼颈也是同样 然后用第二把刷子 晕染一下边界 注意动作和范围 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眼妆 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推荐的一些 是和新手使用的化妆品和化妆工具 首先眼部打底 我手里有两个档位的 一个是Urban Decay的眼部打底 一个是Elf的眼部打底 其实我更加推荐Elf这支 真的很便宜 价格30以下 用起来没有毛病 然后是单色眼影 单色眼影推荐Uni这颗 颜色有点干玫瑰 粉粉踪踪的 非常日常 正好秋天来了 也非常适合秋天 十几块钱 性价比也很高 最后是刷子 其实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品牌选择 或者说你手里有的 直接拿起来用就好 只要是形状对就好 我手里的这三把分别是 淡墨的运染刷 Bobby Brown的中号上色刷 淡墨的小号细节刷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认识到自己的眼妆问题出在 这边是 每个人都在操作 这边是